臺灣人對民主自由的堅持 獲得澳洲前總理莫里森最高 敬意莫里森日前訪台出席 國慶典禮並接受三立新聞 正知道的主持人 鄭鴻儀專訪大談中國威脅 重申並未承認中國擁有臺灣主權 莫里森強調臺灣澳洲理念相同 更同樣面臨中國以經濟手段威脅 面對中國軍事擴張 澳洲跟美英組成 AUKUS軍事安全合作夥伴 並將向美國購買兩艘潛艦外 也將打造核動力新潛艦 近期臺灣國建國造下水 莫里森也注意到了 莫里森分析中國攻臺可能性 以及印太安全甚至尾巴衝突 面對極權主義威脅 臺灣持續強化自我防衛能力 也跟國際民主陣營站在一起 三天新聞 陳英祥 由台北參謀島